在建築物内对准目标涉及执行扫荡战术 这是驻南韩美军特种部队作战演习的影片 十八号罕见公开在X平台上 只不过发布时间点超级巧 北韩十七号深夜才刚试射国内威力最强的洲际弹道飞弹 领导人金正恩还亲自视察 不过接连多日的飞弹演习也挑起韩美敏感神经 根据南韩朝鲜日报 这一次韩美特种部队演练 可能是对金正恩发出的警告 韩美国防部更表示 如果北韩继续挑衅 美韩军队有可能继续演练 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计划包括定位金正恩等北韩领导人的移动情况 封锁藏身处 进行空中突袭 以及捕获除掉首脑等等 四阶段作战内容 建立三国警报及时共享机制 也可以随时监测北韩发射的导弹 外媒指出金正恩对美韩联军的斩首计划 十分担心 还因此在黎明时分才赶出来活动 以免被美国卫星捕捉 双方一举一动都得战战兢兢 三列新闻张亭祥李孟山综合报导